今天就是來看一下這個題 這一題的話請各位一樣到雲端白板上面看一下說明 雲端白板裡面一樣有一個飯店管理的文件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這個就是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的話基本上 實際上 這個也是 一個證照考試的題目 所以將來如果 你假設要應徵工作的時候 也有可能有一種情況就是人家會先考你ECL 因為其實ECL在職場上很重要 所以人家確定說你ECL能力是不是足夠的話 可能的簡單的方法就是給你一個題目 你做完之後會那就留下來 不會就篩卷掉 因為可能 要一個職缺可能來了10個20個甚至更多那怎麼辦 我要第一個 其實一般 在職場上 可能 最常被用到的還是ECL 所以ECL如果你會那當然也可能就確平重選 只有你會 那剛好就是你的 OK 或者是說他可能 出事的時候可能留幾個然後再來面試吧 那第一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需要什麼 那各位可以找到工作表裡面 第一個工作表叫booking 所以你們待會第一件事情 找到這個第一個工作表 那這邊有個叫booking ID ID的話 就是編號的意思 也就是這個編號 怎麼來的 那我們要把這個編號給產生出來 那通常這個ID 可能會跟這後面的欄位 它有一點關係 什麼樣的關係 比如說這個ID它有個規則 它的規則是怎麼樣呢 它的規則 其實 我們直接看這個好了 總共會分成 四個部分 OK那四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它的什麼 這個LE LE是什麼呢 LE實際上就是它的hotel的縮寫 那你想說縮寫在哪裡 那跟各位講這個縮寫的話 在公司裡面有個名稱管理員 名稱管理員裡面呢 就會有個叫hotel detail的一個名 這個名稱都建好了啦 所以你們不用重建 那你可以看到hotel detail 這個名稱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它其實對應到這邊 原來它已經幫你建一個名稱 定義好一個名稱叫hotel detail 然後這個hotel detail的話呢 其實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hotel的全名在這裡 它的縮寫在這裡 所以將來我們是要查的話要查 它的名稱 然後把它的縮寫怎麼樣 帶回來 所以第一個問題 就是如何呢 透過hotel detail的這個 這個範圍名稱 幫我們把它的 這個什麼呢 它的 簡稱 縮寫把它帶回來 就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它要做什麼呢 其實各位可以看 第二個是0106 0106是什麼 0106各位可以看 原來是 有沒有看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0106的話其實就是什麼 它的 Check-in的日期 月跟日部分 那如果說它 這個各位數字 就是只有一位數的話 那就要補0 所以要變成 0106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l 這個縮寫插回來就是l1 然後 1-0106 然後再1槓 1槓後面的話呢 再來什麼 它住幾晚 有沒有 住應該是什麼 它1月6號 Check-in 1月8號 Check-out 所以它應該是住 好像剛剛是3吧 所以3應該是住幾 幾天吧 有沒有 不是住幾晚 有沒有 1月6號 Check-in 然後 這一晚 然後1月7號一晚 1月8號就走了 所以 實際上是兩晚 應該是三天兩夜 但是它要什麼 3天 那怎麼3天 很簡單嘛 把那個Check-out日期 再減掉Check-in日期 再加1就可以了 減完之後加1 不就是3天 然後最後再一槓 再把什麼呢 它的First name 有沒有 First 就是它的名字 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第四個 所以 它要總共有 四個東西 中間加減號 第一個是 縮寫 第二個是 它哪一天Check-in 但是要是 4碼 要怎麼4碼 這個地方可能會用到一個函數 叫Tesl 像前面我們用過Tesl 格式化 這個4碼 然後幾天 然後再把Fullend串進來 那就得到它的Booking ID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 試試看 那這個是第一個 產生Booking ID 那這個Booking ID做完之後 才能夠到第二個工作表 叫 這個BioList 這個BioList是 透過Booking ID去查出其他的東西 那前提是前面必須要有ID 所以這個要先做 才能做後面的東西 OK所以請各位先 把這個題目先看過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這一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 分別來看 第一個的話就是 查這個是它的縮寫 那當然呢 查這個縮寫 沒切到 那 怎麼查 當然不是叫你用眼睛看 因為說切到這邊 查到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負字貼過來 L1 然後負字貼到這邊來 當然不是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查的話 記得一定要 學會一個函數 叫V LOOKUP OK 那VLOOKUP的函數就插入函數裡面 有不要先放在這裡 然後插入函數 找到哪一個呢 叫做查閱與參照 這個函數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呢 如果你將來在職場上 這個用到的機會是1000%的 一定都會用到 只是說 要怎麼用它 要很熟悉它 OK 那 它的位置剛好在查閱與參照的 最下面 有沒有這邊有個V LOOKUP 那V的話其實 指的就是那個 Vertical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 水平的 也就是說 水平指的是 欄位是水平的 查相同的資料 LOOKUP是查詢 去查相同 其他欄位的資料 按確定之後 他問你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LOOKUP VALUE 你要查什麼 我要查這個東西 查這個HOTEL的名稱 第二個的話 Table Array 是指的 你的那個表格在哪裡 那我表格在F3 你按F3 這個時候我剛有講到有一個 名稱叫做什麼 叫做HOTEL DETAIL 就在這裡 OK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HOTEL DETAIL 如果不知道你可以 從那個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裡面找一下 然後呢 這個名稱裡面 要查什麼東西 你可以切到第三個 再切回去看一下 我習慣切過來再切回去 為什麼要切回去 因為他你點這邊的時候 他會幫你跳到這邊來 你可以看一下 原來 我要查的一定是在這個 這個表在這裡 那我要查的一定在第1欄 他有什麼問題 1、2、3 那他第3個問題是說 COL COL是COL 藍的意思 Index number 其實白話意思 哪一欄啊 那意思是說 你要把哪一欄的 資料帶回來呢 那我要查一定 一定是查第1欄 那帶回來的話 我要的是第2欄 所以你這邊可以輸入2 那第3個問題就是 Range Lookout 那第4個問題 其實白話意思說 如果我找不到這個名稱的話 什麼名稱 這個名稱如果我在這邊找不到的話 那要不要幫你找接近的呢 OK 不要的話就輸入0就可以了 我們不要 OK 當然如果你輸入1的話 如果找不到這個名稱 他會幫你找比較接近的名稱 但不一樣 OK 所以 這個地方大概就把這個資料填上去 我找第2欄 幫我帶回來 0的話是找 這個什麼呢 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 OK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他會得到什麼呢 有沒有得到正確的 有按確定的話 那把它向下填滿 這邊全部 都查完了 查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第2個 第2個要什麼 這個 再把什麼 我們這個查完之後 其實在雲端上也有答案 你們可以參考這邊 這個 第2個的話就0106 那0106 剛剛做的 第1個查Booking ID 這邊有 那第2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 再把什麼 把那個 就是 怎麼取得 Check-in的後面 就是月跟日的部分 是嗎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著先完成 這個 縮寫先完成 那待會後面還有三個 我們待會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謝謝